長升長有 事關資金繼續流入區內股市 這個統計顯示上星期只流入金額是今年最多 那麼多錢進入 其中一些一定會流入港股 這個問題也是日文 是否港股還有得性 管理螢庫基金的道富環球就算升了那麼多 都依然看好港股全年的表現 由閃亮堂說 亞洲多個地區股市相繼突破紀錄高位 亦都成為環球資金的最財寶 法國巴黎統計上個星期流入區內市場的資金 有31億多美元 比上星期多一倍多 數字亦都是今年以來最多 道富環球的資料就顯示 日本、菲律賓、泰國都錄得資金淨流入 但總計港股在過去五個交易日 反而錄得資金淨流出 但到了上星期四開始改善 他們說港股還有力上市高位 利息低,人民幣升值,還有QDII的資金等著買港股 這麼多得天獨厚的利好因素 基金界人士說 今年夏天因應資金流入 不少的基金經理延遲了放假 多間大行給恆子的目標當中 物價你看恆子要上24,500 是這麼多大行當中看得最好的一間 還估計年底之前會有400億美元的QDII資金流入 有先電視機者閃亮堂報導